记者从国防科工局、国家航天局、自然资源部获悉 今天上午8点43分 我国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用长征二号禀运载火箭 成功发射中法海洋卫星 该卫星是我国与法国合作研制的首颗卫星 主要用于海洋动力环境监测 卫星数据双方共享 将为海上船只航行安全、海洋防灾减灾、海洋资源调查提供服务保障 中法海洋卫星还首次实现海风和海浪同步观测 将在距地520公里的轨道上24小时不间断工作 提高对巨浪、海洋热带风暴、风暴潮等灾害性海况预报的精度与时效